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帮助到很多厂家 而带来一些很好的利润 比如说这个系统能够让很多厂家的成本降低 作为主要出口国 油总业也只是大马的支柱产业之一 除了默默付出的种植者 这产业的幕后工程还包括机械及设备承包商 他们设计和制造的机械 节约开销之余也提升了经济效益 其实这个公司是我父亲设立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普通的承包商做工厂设备 中旅游的工厂设备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研发出自己的系统 自己的振动系统 然后慢慢的我们把这个产品推销给 当地的一些厂家 还有其他国家 比如说泰国、印尼或者是非洲、巴西都有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经历过好多次的经济疏调 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风暴这种之类的经验 过后因为也有很多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竞争力非常激烈 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想到要完全的有主导权的话 在这个市场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成品 而且要专利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一直去研发这个新的系统 直到到了最稳定和最平稳的效果 我们才推出市场 有了专属的产品 只是一个起点 想在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 不断自我提升 提供市场所需的解决方案 绝对是不二法门 现在我们想把公司的生产量给做到最大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把现有的设备去提升一下 然后能够的话 我们选择有一部分的给自动化 也减少劳工 去处理这个经常会发生的劳工问题 也是非常感谢新洲热报 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让很多很多的商家 比如厂家 中油厂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